我之前在住在Brandwood 然后现在住在Sand Monica 我觉得那边的房子 好像都没有怎么跌 事实上其实 我们一般在媒体上看到 比如说 包括讲这个美国 但都讲整体的美国 整个房子 包括了好区不好的区 或者一些偏远的区域 所以他们的房子跌幅是蛮多的 那事实上像你所谓 Carol你住的区域 那是都是很好的区 那很好的基本上来讲 学区好 两个重点 一个学区好 一个工作的机会 各方面很好的话 区域大概还是没有什么跌 像加州 甚至是南加州 我们这样讲得更清楚一些的话 学区好的地方 大概跌幅 有没有在10% 有时候我都有怀疑 甚至越高档的房子 基本上来讲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价钱的这个调整 所以有很多人 我国人来了以后 说我要买房子很便宜 都有点失望 这个好区的房子基本上 价钱还是相当的稳的 对 那像我知道你是经纪人 可能有人 有很多人会问你说 这房子到底跌不跌到最底的部分了 现在买房子是不是好时机啊 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告诉你说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根据过去这一年多的 整个的一个观察来看 我们可以很简单讲说 大跌的这个部分的幅度 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那目前在市场上 我们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接触 跟不同的房子啊 这些交易上的这个洽谈 所以其实 我们再讲好区 这个百万以下的房子 一百万美金以下的房子 这个市场应该算是已经稳定了 百万以上的房子呢 会辛苦一点 因为整个的现在目前的贷款市场 这个部分还没有办法非常的活络 所以这个部分呢 确实还是对很多买家来讲 需要all cash的话 这样的数字还是 这样的买家还是中足是少数 你刚刚讲到说贷款 那比如说中国的朋友来这边买房子 他绿卡还没有下来 或者是身份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这个时候可以贷款吗 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讶 外国人没有绿卡 没有社会安全号码 甚至也没有报税记录在这边 是可以有贷款的机会的 当然他要求还是有不同的条件 那可能比如说 我们讲的比较实际点 有三点就是说 他的贷款可能会当payment 所谓的投款的部分 大概在40到50个percent 但正常如果要是有身份的话 差不多就是 正常的话一般有报税的话 是20%到30% 所以外国人来讲 40到50也是应该 然后他当然要有效的美国签证 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你有一些海外的income 或者是海外一些工作的 银行的一些这些 贷款还有收入 这样的东西的话 也是一样可以有贷款的管道 所以其实美国这个市场 这个贷款市场 其实一直都是相当活泼的 也欢迎各类不同的人来做投资的 那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Teresa的website 就是teresashu.com 巫婆的网站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谈一下 买房子的步骤吧 比如说今天我在网上找到Teresa 然后想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 我在哪个区 我想买大概我的budget 我的预算是多少钱 然后我想 然后您会告诉他们哪个区 会比较好 您会给一些建议对不对 当然 因为很多人想买房子 就会看到广告 抓电话就打 事实上这个时候我就很重要的 我会在第一次电话里 会跟他先聊一聊 我觉得他买房子 第一个你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很重要 有钱买房子 那这钱是怎么样的分配 预备把多少钱 放在这个房子的投资里面 那这些东西 我们要必须先做一个了解 因为买房子的目的 如果是自住 那你要考虑住的人是什么人 那会是要什么样的 生活的一个方式 必须要先了解以后 我们才能给他建议 那也许有些人是想说 我们甚至有些人是考虑说 我楼下要有一个房 因为我的父母常常会来陪我们住 他的膝盖不好 或者心脏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在前面的 15分钟之内 我们把一个很简单的 他想买房子的用途 了解以后 我会给他一些建议 因为房子事实上 你可以从二三十万 我们这样讲 甚至十几万开始 如果要投资的话 十几万美金 也有很好的房子 我们但是投资的目的 的话就不考虑生活上面的一些机能了 那只考虑今天我们这个投资的数字 跟他的报酬率 所以这两个东西事实上 我们必须要先厘清之后 我们再做后面的选择筛选一些好的房子的时候 才能够很清楚我们什么是最合适的 那如果现在我决定好了要买哪个房子 那我是不是还有很多的paperwork 很多的文件要写 那我这边是有很多很多 美国这个contract这个部分 基本上是很成熟的东西 我们都有一套制式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增加我们个人需要的 所以在签合约上面 我们都有一套东西 那事实上呢 在南加州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也有所谓一个中文的 一个说明书 给这些海外来的 了解中文式语言的人呢 他们有个理解 所以这个呢 对于在我们签合约上面来讲 帮助我们的国人 在签合约上 又减少很多很多的一些困扰 但是就是比如说像我吧 我现在懒得读那些合约的人 那您是不是也会帮助那些买家 帮他们审查一些 审查合约 那当然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我们会把很多重点的东西 告诉他说今天买房子 在不同的程序里面 不同的阶段里 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做经纪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们要告知 我们的卖家 或我们的买家 在未来我们应该一步一步 怎么样往下走 我们要把所有的 可能发生的问题 应该先是去做预防的工作 而不是去做救火的工作 对 那我们基本上 其实在美国买房子 我可以很简单 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合约里面 前面的一半的时间 我们当我们谈好了 比如说我们双方都谈好了价钱之后 我们会有开一个叫做 Escro Escro英文在这样 中文的话可能叫做 第三方公正 第三方公正 OK 谢谢你的翻译 就是代书公正这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 开始了 开了Escro之后 其实在前半期的时间 我们都是几乎是 百分之百的保障 买方的权益 买方在做了房屋的检查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后再更进一步理解 自己能够贷款 能够贷款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房子的估价 这所有的动作 都是只要买方有任何改变 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疑虑的话 它可以不用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们可以把这个Escro cancel掉 所以事实上在美国的前面 的这一个前期的开Escro之后 这段时间是买方的保障 是相当大 这也是让我刚常跟我的客人讲 就是说其实今天你来买房子 后面买房子前面挑房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我们要选房子 在什么样的区 什么样的房子 什么样的style 那事实上在进了Escro的时候 是第二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对于房屋的检查 然后整个周遭环境更细备 因为我们很难今天 再看了房子第一眼 我就知道这个是我 我的房子 这就是我的dream house 那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这么大一笔的一个投资 一个人人生能有 几次买房子的记录 我们平均来讲 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 也是很重要 我们贷款 我们房屋检查 这样子让一个客人 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 都非常没有太大的压力 大概是这样的 那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我想就是在后期 就是所谓的 这个他们有一个叫contingency 当你这个buyer 确定你的房子安全无顾虑了 各方面所有的贷款能力 都没有问题了之后 我们就contingency remove了 contingency remove以后 后面所有的工作 其实在买方来讲 是已经比较轻松了 那么就是卖方这边 要开始把所有 这个搬家的工作 这个就全部把它配合好 那事实上我们最后一步 就是把所有 我们要去做一次 最后一次的walkthrough final walkthrough 那因为我们当初看房子 可能是两三个月前 好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喜欢我们谈了 到这个中间里面 可能还有人住在里面 好那所以在 我们在close escrow之前呢 我们差不多 我们都希望客人 在24到72小时 我们再去房子那边 好跟着经济人一起 再去做一次final walkthrough 好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看这个房子 当初看的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没有很大的差距 好我们能够看到 然后有没有什么 很大的变动 好这个想这个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们当初要求他 去做一些修理的小动作 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不是也都有 如期做好 我想这些动作 做一次再一次确认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的钱很安心的 汇到escrow account里面去 好 好 中文字幕——YK